下面一位是有请我们的程中平教授 那么我们十月一直在这个 晚朝复科恶性肿瘤 这个晚期复发 晚期癌和复发癌的这个治疗上 一直做出了非常多的探索 那么下面有请我们程中平教授 来我分享一下晚期癌和复发的宫颈癌 MDT的一个现状 有请程教授 各位 现场的朋友 同道 我是谁愿的程中平 那么也是这次大会的一个组织帮 那么非常感谢我们全国各地 以及国外的一些朋友 在我们亚太论坛的支持 亚太同情论坛 那么进入几年的发展 已经形成了有很多 大家的朋友的喜爱 从这一次我们线上的会议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人还是非常的关心 关注我们的论坛 那么再次呢 再次表示 感谢 感谢也代表我们亚太主席 李奇隆教授 带大家的排断 就是感谢 那么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主题 就是复发晚期的一次共青儿 就是 微畅 多学和联合 这方面的工作 这其实也是在我们团队 这几年来在 晚期癌工作上的一个总结 一个总结 也算是交一份作业 那么在晚期癌和 复发癌上面 的确现在用手术的方法来做 应该还是 还是有一定的争议 但是呢 不管争议怎么样 我总会是觉得有争议的地方 总会是好的 它会能够推动 这个技术 前进 那么我们先简单的 看一看我们 复刻晚期 复发癌这块的现状 从我们 复发癌 就是 晚期 也就是从复刻肿瘤 最终的转规结局来讲 或者简单的讲 就是死亡的最后原因来看 这种呢 就是大概是 这一下子三个原因 比较多界 虽然有很多的原因 都是导致了我们肿瘤 最终的死亡 但是呢 根据我们的总结 以及文献的资料 我们总结出来 就是排在前三位的 应该就一下子 这个因素 排在地外的 是 地外的肠根主 最终导致患者的 恶业症 这是我们在 其实在我们临床工作 长期中 就一直没有 没有得到 我个人以为 还没有得到充分的 充分的那个 重视的地方 我们一般认为 晚期肿瘤 它的死亡 到最后的原因 总会是 总会是非常的 重要的器官 在什么身上 或者什么 但是 确实相反 在我们 互科肿瘤上面 意外 肠根主 那么对我们 外科来讲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一个手术 做一个 最简单 做一个地外的肠道 照漏 这么一个手术 我们一般主持 医生就能够完成 如果这样的 一个小的手术的结构 就能够终止 我们晚期癌 或者这个 波性循环 最终导致死亡 那我个人觉得 这何乐也不为 何乐也不为 那么我们初步的 资料也已经 显示出这样的结果 就是做一个 简单的地外的 长遭漏 或许能够 让病人有尊严的 更活上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 往往都超过半年 那么我们就在 回想卵差案上面 在这个 死亡原因上面 包括我们 博来自三存的努力 其实在我们整体的 卵差案的延长 还真的还不是太理想 但是一个 地外长根组织 能获得如此的 总是 这是跟我当时做 不发癌这一块 最大的一个动力 第二个就是 中药器官省上 这一块 也是我们 不发癌上面 最后导致病人 不良结局的一个原因 那么在复刻的复刻里面 最常见的 中药器官省上 就是肾脏 比肝脏 比肺 比其他的气管 要来得多得多 不是多一点点 是成白的身相 那么这里 也是一个小的想法 就是当 输尿管耿主的时候 我们可以放一个双气管 一个放一个双气管 但我们迷尿 可能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非常简单的一件事 那么一个双气管的放置 可能就能延晚放着 肾功能塞结的出现 从此也阻断了 这个病人 中药器的弱性循环 因此也可以让 一次病人 能够重新的 接受放化疗 因为肾功能 在放化疗上是非常多的 第三个原因 就是所谓的 放化疗的耐药问题 放化疗的耐药 放疗的耐受 这个问题 你看我挡了几个问号 即使有的 它并不是患者 真正的放疗耐受了 或者放疗耐药了 而是这个病人 因为前面是原因 由于肠道的问题 咪尿道的问题 其他主要器官的问题 打指患者 有药也用不上 有药也用不上 所以总体来讲 是我们在 不放眼这份的 局部为难 这是我们过去 的原因 那么从现在看来 我们觉得这不放眼 尤其最近这几年 尤其是概念上的提出来 一般我们不放眼 这个有局部晚期的概念 无力造的概念 二次减灭的概念 或者是三次 甚至我们中国多人 有五次减灭的概念 这种概念的提出 包括我们在 也是跟放疗化疗 甚至现在 把相药物的意思 结合形成了新辅助 新辅助放化疗 以及来自于三明治 这个治疗方案 叫先手术 再放疗 再化疗 或者再手术 等等 这样的理念都提出来 显然为我们 晚期 或者不放眼这块的进步 提供了一些 更好的一些思考 更好的思考 当然了 我们在不放眼这块 还是有很多 特殊的一些临场问题 所以在现状来讲 在现状来讲 我们个人 就用这句话来形容比较好 就是原来我们 在一次复发疗 的确是无疾可施 无药可用 所以觉得是一个 无可奈何化乐趣 但是从我们展望未来来讲 展望现状来讲 有一些启发 有一些亮点 那么可能会给我们 今后带来一声进步 那么就 这句话就是 可以另外 叫事成相识演过来 那么在这块 就在我们努力 那么在复发癌这块的处理 在处理最大的进步和发展 是什么 我还不能讲是去世 只能讲进步 只能讲进步 进步和去世 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一定区别 那么我另外是一个建立一个 MTD的一个理念 MTD它的最终的本质 就是一个建立一个适合病人的 最适合病人的 最佳的一个化疗 或者个体化的一个重要方案 其实已经超越了患者 自己的 也是个人的一个生存期 长长的概念 它应该是一个 非常综合的理念 非常一个复杂的理念 甚至涵盖了我们人理 甚至涵盖了我们患者 个人的医院等等 总观点是通过MTD 我们建立一个 最适合患者 最佳的一个方案 这也就是真正意义上 做到以病人为中心 那么分开来看 在MTD这一块 有几个两点 一个就是这几年来 除了复刻 我们外肠外科 泌尿外科 血管外科等等 是相关的学科 微创化技术 都非常的发展 尤其是像我们 石院正品 我们有很多的专家 他们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是在做微创的手术 做得非常好 这给我们也很多的帮助 很多的帮助 体外很深 就是比方拍卵巢癌 过去我们如果 复科医生 自己来开的时候 或者是开进去 当有外厂转移了 当有膀胱 泌尿管 其他地方转移了 我们往往就认为 很晚期了 这个人不能够 做解尿 就放弃了 但是你到隔壁 那个房间一看 请个外科医生 来一做 他觉得这个还是可以做成努力的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 就给我们围场的技术 带来很大的一个 整体的发展 第二个就是精准化的 影像学的定位 包括我们现在高分辨的 持空阵 HTCD等等 甚至包括我们今后出现的 会见到的 也是分子导航 现象 也是系统 那么这样也是 高分辨的影像学的发展 对我们这个做二次 甚至三次的 不发癌的治疗 显然是一个非常好的 子录名灯 就像个航标灯一样的 像我们学院 血管外科非常的强大 所以我们血管噪音 其实血管阶禄 其实都做得很好 能够非常精准的定位到 这个不发的肿瘤的位置 大小 以及跟周边的关系 当然我们肿瘤进一步的 现在的一个趋势 叫分子化成料 这块我就不讲了 大家都知道 我们只要让病人活下来 哪怕活上一段时间 总归会给他有希望 这就是肿瘤分子化的理念 因为我们如果不通过 二次甚至三次 多次的MTD的手术 患者可能就在前一个 活性循环的环节就呆了 那么有了我们进一步努力 就会患者今后的继续生成 带来了更多的希望 这就是MTD 我感觉到进一步和发展的几个点 MTD这是一个概念 或者这里呢 在很多的场合我讲过 其实就是建立一个 以病人为重心的 个体化成料方案 还想是最适合 最佳的方案 这个方案不仅仅去现在 我们医生的程度 也去现在患者自己的角度 自己的意愿 甚至涉及到家庭社会的 人力的一个角度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概念提出 应该是比较适合我们的方案 十月癌中心 从17年开始启动创建以来 那么我们现在相继成立了 自己的父癌中心 也相继成立了 开放了最大的400客厂 零上的化中心 这有3.6万平米的 这样做零上的对接 然后在14-15期间 我们十月癌中心 还会启动很大的一种大楼 很大的大楼 专门来做 以生物 以及本质把相治疗 为中心的 结合我们多学科链 和MTD的围創中心 站在那个癌中心 那么我们值得 我们尽量的期待 那么在我们十月 可以值得我们回顾的 我们大概就是 有这么几年 一个就是17年的时候 我们就成立了 学科间的 传统意义上的 就是围創 也MTD 那么在这块 有我们很多的专家 包括我们 卫常卫科的 尹路教授 姚徐东教授 民调卫科的 然后我们血管介入科的 李茂全教授 总流科的 那个徐琴教授 还有影像学的 我们唐光宇教授 草生科的 他们都在各个领域里面 都是自己 都是佼佼着 应该处理 他们自己各自的 但是跟我们复科 一结合起来以后 跟我们复科 带来了很多的新的进展 所以这几年 我们学院复科团队 滴滴确确确完成了 一批手术 这批手术呢 都在技术难度上面 都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经常讲 它体现了我们学院的 整体的胃科系统的 微畅技术能力 也体现了我们 标记着我们 学院复科 微畅中心的 技术高度 技术高度 这批手术 包括我们 我下面会点到的 也是全盆墙 全盆墙的 也是科兴手术 包括血管内的手术 包括我们杂交手术 等等等等 这个都是为我们的 NPD 做了一些贡献 当然也有我们自己 年轻的一个队员 传加在我们NPD里面 他们也发挥着 非常好的作用 在肿瘤上面 我们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介绍 就是我们为了提升 我们临场的 诊疗的能力和水平 我们现在在 不放爱专门建立了 从管理层面来讲的 一个流程 这个就是 叫做一块钱诊疗模式 那么是我们的 不放爱病人 尤其是伪重的病人 能够得到快速的 在我们这样的流程上面 平台上面 得到转运 得到发展 得到良好的 合理的 合适的证量 这是在管理层面上 那么在临场 具体层面上 我们十月赋产科团队 也建立了 我称之外 十月我设的一个评估体系 简称 简称叫做 5个level 叫4加1评估体系 我这里挡错了 挡了5加1 4加1评估体系 这个评估体系 包括了临场评估 主要基于患者的病史症状体症 也叫我们传统的 第二个评估 就是包括我们的 4月1.5 而抱着耐的 一系列的肿瘤学 清学的评估 第三个就是 我们的精准的影像学评估 第四个就是 我们基因遗传 分子特征的评估 这是我们最近行 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在后期的患者 包括水防的患者 还进行肿瘤生成环境的评估 所以这样 5个评估 给我们 5个水平的评估 给我们的 整个肿瘤的病人 就做了一个系统的描绘 使我们的发癌病人 有了非常全面深入的了解 从临场一直到分子 一直到生存时间的 生活质量的评估 都有 然后我们随便 再加一个方面 就评估 就是我们另外 是我们一直坚持 也是我们的特色 就是说 不强劲 而是评估 我们的很多的病人 只要有这样的机会 或者有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 退一步的讲 只要病人 自己有这样的医院 而我们医生 有这样的能力的 这样的患者 我们都有可能 都愿意为他做 腹腔筋的二次评估 通过腹腔筋的二次评估 以后 会给我们肿瘤 肤发癌这一款 带来更大的发展的空间 或者更多的 探索的空间 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形成了 基于腹腔筋探查的 就是微创下的 二次解面生素 基于腹腔筋探查的 我们可以转开肤的 都学会联合手术 也可以基于腹腔筋下面 来做或者后腹在做 修复也是重要器官的 重建的重要器官的功能 做的最多的就是胃肠功能 以及 泌尿堂的 输尿管 腹管 肾脏的功能 的修复 这块做的比较多 还有我们有的是 实在无可奈何的时候 至少我们可以拿到 肿瘤的组织 建立肿瘤组织的分子特征 那这样一来以后 就完成了我们 我们学院的统计模式 就是称之外 5加1 5加1评估体系 这块可以给各位 大家都到了今儿在探讨 那么回顾我们的这个 要做MDT 我们的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 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 5加1的评估体系 要制定一个个体化的诊疗方案 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任务我总结起来 就是三大任务 一争取尽可能的解灭肿瘤 就切除病灶 这个病灶 我们有很多的固力灶 也是肠子 也是膀胱 也是输尿管 等等受侵犯的 也是病灶 我们尽可能的切除 切除病灶 那么争取 我们的目的就要让病人 河流的分量 或者河流的比例 叫降低 这是我们做MDT的目的职业 第二就是重建 气管的功能 包括胃肠道 膀胱灯 也是功能 我总结起来 之前我在去年讲课的时候 一般是讲四大功能 一个叫胃肠 一个叫泌尿 一个叫血管 一个叫淋巴股 结合淋巴股 所以我也是讲 四个管道功能的重建 那么今年以来 我们又有了新的认识 新的认识 就我们发现 就是血管旁淋巴 就淋巴原来的体系里面 还有一路是外科熟悉的淋巴 就是长细膜淋巴 我们最近也做了这么一个 也碰到这么一个病人 卵巢病人 他没有别的淋巴结酸衣 他只有发生了长细膜淋巴结酸衣 那长细膜淋巴结酸衣 跟我们传统的淋巴结酸衣 所以两个体系的 所以我把它标红一下 第五个人 我们最近也碰到一例 我们也会讲 就是我们发现 有神经的 有神经的 那个 功能的障碍方面 所以现在我就把 我们的重建器管的功能 从原来的四个部门 发展到五加 五加 就是胃肠道 输尿管 血管 淋巴管 加 长细膜淋管 加神经 这样的一个体系 第三个我们做MTD的 功能 就是建立 肿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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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阻塞的一个分子的 这位我们今后良好的选择配物 我们把相药物一起探索 我们今后要探索的免疫细胞方面的 治疗 作为是铺垫 作为铺垫 这块也是我们MTD的重要论务之一 那么之前 之前我们在生硬症的把控上面 一般的就认为 就主要情况比较好的 一般情况是非常 很好的也是病人 那么预期大概生成要六个月以上 六个月以上 现在我在这个六个月 我这次也给他标 其实作为一个医生的 可能这等我们思考的是 可能还不仅仅是一个 一个标车标杆活到六个月 有的是真的在肿瘤的病人上面 给患者留一个月的希望 可能给他带来更多的生存的时间 有碰到过一个病人 卵肠癌 他发了第五次了 我们还是鼓励他 再做手术 再坚持下来 结果碰到去年 奥拉帕利的上市 他切切好是奥拉帕利比较敏感 到现在还是五六三层建设下来 那这是就是我个人觉得 我们做的有益的地方 当然我们要排除远处的一些转移 远处的一些转移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做MTD 关键词 我再讲一下 这几个关键词 一 统计实践模式的全面评估体系 简称五加一评估体系 二 要高分辨的超市影响精准 另外三 有一个整体的实力标记的 包括外肠 包括敏尿等等 血管外壳 在内的 外肠外壳体系 第三个 我们要有后续的一个分子证量 那么我们在19年之前 这三年时间里面 我们和学院团队完成了MTD 一起有152个病例 最为152个病例 我们做的最多的就是 外肠道和敏尿道 大家看了这个比例就知道 敏尿道排在第一位 敏尿外壳跟我们MTD的合作 排在第一位 这是传统模式上的合作 包括涉及到双肌管 包括旁观修补 旁观切除 包括输尿网 照扣 网格 以及移植手术 各种各样的手术 都在开展 都在探索 都在探索 我统计了一下 整个在三大肿瘤里面 我们公颈癌是做MTD最多的 至于公颈癌的发病率 是三大肿瘤里面最高 可能有一定的关系 有一定关系 我们152例将近有一半的病 其实80% 50.6% 一半以上的病 其实都是公颈癌 发病 或者公颈癌的病 合作最多的也是 敏尿外科 基本上上了70%的 合作的比例 公颈癌这一块 我们从 发照的大概定位一下 我们最多的还是在盆枪 盆枪占了58.8% 副枪占了35.1% 远处转移 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 不多 在5.9% 那么这样的就是构成了 我们发生整体的全貌 也构成了我们 为什么把重点 包括傲在公颈癌 发生的原因 因为它的确是 最多的一个 最多的一个 那么下面有几个例子 我刚才前面讲的 它能标记着我们团队 在浮发埃上面 做的一些努力 一个高度 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 公颈癌发以后 右侧盆枪 一个大的总派 然后也趴了左侧 右侧的墙外进来 后来我们经过血管外科 经过影像学 精准的判断 知道它就是一个 墙外静脉内的一个血栓形成 对于这个病人最关键 它最突出的灵状问题 就是这个下肢肿胀 疼痛不能走 那么我们当时就在想 这样的病人 是不是才有多学科 联合的方式 给它来完成 所以我们也做了这样的一个 静脉的噪影 噪影 噪影以后完全能体现出 这个显示说 这个肿块下方的血管 有个血块 有一个血块 一个大的血栓形成 血管来的 然后这样的病人 我们通过血管外科 可以放置一个 放置一个什么 放置一个叫氯气 如果我们来做手术 这样的血栓的脱落 还是会导致被酸生 成的干粘 也是严重的病发症 所以先放置一个氯气 放好以后 我们就在破腹的情况下 把肿块切除 同时把 厦外的血管进行了破坏 在那个厦外静脉 切开以后 我们顺利的取出了血栓 就是我们切除的 肿瘤的那个肿块的 大小一只血 纱布上 那个白色纱布上 就是我们血管 来取出的血栓 那么这个患者 说后 他的下肢的总占 一个疼痛情况 上载到了完结 得到完结 患者到现在 或者已经应该有 有两年多了 两年多了 非常好 那么这是另外一个病人 伤口质量 非常的差 但是他呢 其他的 就一般情况很好 病人的求生约望 也非常的强 他累 他累积了 那泌尿系统已经在一年前 把那个盆管 把那个都已经做了切除 已经做了 那个做了那个 塑尿管的招漏手术 那么这次呢 整个盆墙又来 主要是 这场时候来了 所以导致了这个病人 出现肠漏 那么这样的病人 我们经过联合的 那个判断以后呢 就决定可以给他做一个 不想进下的 一个前盆墙的 一个扩清的手术 不想进下 前盆墙的扩清手术 所以说 这是第三例的一个病人 这个病人 也是非常 非常好的一个病人 那么 他应该是膀胱和 这场一起手术 一起手术 所以我们给他做的 其实叫 Powerable武器 或者叫做 QM QM4级的手术 也叫盆墙 器官的扩清术 就全盆墙的扩清术 结果呢 就给他 职场和数尿管 直接就造谱在不变 造谱在不变 那么就像 有两个造谱 就像我们 我经常开玩笑的讲 就像一个 双强老太婆一样的 但是病人的生活质量 还是非常的好 有了这两个造影以后 造谱以后 病人就进行活下来 活下来以后 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进一步的治疗 因为他肾功能和 胃肠功能都恢复了 免疫力也有点提高 那么下面呢 我还在重点的 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最近碰到的 这一例公经病的病人 这一例公经病 17年做的手术 医院们做了手术 在外院做的 不强精根治素 那么11月份 就产端复发了 产端复发了 我们再次给他做了 引导的手术 引导的手术 那么在17年 11月份做了 做了以后 他出现了 在帮化疗的固诊 应该是化疗的 病爆症 就出现了尿瓦的 尿炉的跟住的现象 所以放了一个指甲 到今年的6月份 患者 做下肢 就中脏 疼痛 心动都很困难 病人只能靠止痛剂 其实在接下来 只能靠麻醉下 患者以前这样的病 我见过医生 有一外病人 到这个时候 他没办法 他就请求医生 家庭来牵制 就我们所谓的安罗斯 他也实在没办法了 那么这样病人碰到我们 以后我们查了 查了左侧盆架 完全是个冰冻的 整个肿瘤和盆壁的脉管 大的血管 恰外血管 恰内血管 以及筋脉 动脉系统 包括我们的塑尿网 都受到很严重的压迫 以压迫外血 更重要的是 他把股神经和 鼻孔神经也压迫住了 所以他的下肢 基本上出现了一个脉管的压迫 以及神经压迫的症候群 方浪文献 每一只方面 专门的名字 所以我就给他 简单的就定义了 叫脉管压迫 综合症 或者叫神经脉管压迫 综合症 这么一个简单的定义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病 应该说我们在 既往的话 肯定是给他 放弃了 当然我们经过影像 专门以后 发现他这个病灶 潜绘化放了以后 潜绘化的病灶里面 左盆壁 还有活性的肿瘤细胞 这是一个 第二个 这个左盆壁 完全是冰冻化了 冰冻化了 那么导致了这么一个 症状 医生 我们MTT的医生就在思考 像这样的病人 如果药物都没有办法了 病人还算是什么呢 就是跟我们思考 就是能不能就尝试一下 我们把肿瘤切除的脉管 在神经进行解压 目的就是完结症状 完结症状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给病人做了一个 肿瘤切除脉管 加神经的减压手术 结果患者 手术非常的顺利 非常的顺利 时候两天就下场活动了 腿肿脏也消退了 疼痛也完结了 还将自己都能够走 病例报告 跟我们实现判断一样 在大量的纤维化的 接下来的组织里面 我们还是看到 有少部分的 活性的 也是肿瘤细胞 那当然患者 因为他 症状完结以后 还是非常同意 进行我们 同步的放化疗 那么这段视频 我给大家可以 利用几分钟时间 给大家可以展示一下 这是探查盆架 因为他前面已经做过 做过那个手术了 做过手术 两次手术做好了 一般的做妇法来讲 第一步 手术的第一步 就进腹腔以后 腹腔进 我讲腹腔进 就重新建立 盆枪的解剖结构 松减念念 把盆枪的解剖 结构 给它重新建立起来 那么对我们 准备做这样的解压手术 第一个 输尿管一定要给它暴露出来 一点暴露出来 因为这个也是 我们维持我们生命的 一个下水道的一个通道 就像一个人一样 一个家庭一样的 下水道要堵塞了 这个生命就 这个日子就非常难过了 所以第一步 我们给它输尿管 做全程的解剖 大家知道 一到下盆枪的时候 盆枪的时候 这块组织就非常的潜维化 第二个我们在 卖管进行了解剖 这是第二条通道 第一条通道 我们把输尿管的 压迫增上 压迫的血位组织 都给它松减 松绑开来 叫收脚绑 松开来 那第二个就开始做 血管的一个松绑 血管的松绑 最主要的是 墙外动静脉的松绑 大家看这个血管壁 在肿瘤 以及两次的手术 再加上两次的放化疗以后 有几次放了以后 这个血管壁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血管壁都是 颜色都不一样了 不像个血管壁 就有时候我在想 这个血管壁 跟我们在 大家在去吃火锅 火锅店里面 你们要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 牛的血管很像 很像 它全发白了 发白了也真厚了 就这样的一个血管壁下 如何把周围的发痕组织 包括有少量的 活性组织 在内给它 一点点的给它 清理出来 清理出来 那么像这样的手术 当时我们在做的时候 滴滴去却 滴滴去却 就感觉到压力很大 心理压力很大 压力大在哪里呢 切不切得干净 能不能把它 完全松解下来 这是手术 目的能不能得到 第二个 我做这个手术 是压力来 如果血管 省伤了 怎么办 用这样的 罢痕体系下 我如果给 大的鸡脉 造个洞 我估计 我当时都 没有办法来 把它能够做 修补 所以一定要做到 有你有余的 尽量的 不能够 省伤 不是尽量 是绝不能 省伤 而省伤了 有可能 这个病人 就会出现 我们不当讲 达不到我们 实际 设计的 MTD的 完结 目的 可能会出现 也是更多的 涉及到生命的 威胁 大家看到 在血管壁上面 就完全像一个 套着一个 套着一个 很紧很紧的 一个纤维包裹 这样的纤维包裹 你把它松开以后 血管自然就走动 就好了 不仅 静脉 动脉我们就不讲了 静脉像这样的 包裹体系 那根本就 下肢的 重症 一些疼痛 就在属难面 在属难面 好 沿着出国联合 把这个包裹体系切下来 现在第三条通道 我们来完结 就是五神经的通道 这个某个人 也是第一次做 在富江经济地下 向前 我们以 复古沟人带 为标记 沿着这个 总块的界线 我们做的时候 还是发现到 这个总块的情论 还是有一定的包裹 一定的界线 那么沿着界线 把总块 一点点 切除下来 把神经解剖出来 这个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比较著名的 在古山脚 我们学解剖的时候 大家看到 古山脚 老师将近被 N-A-V 叫never的解剖 第一条 最靠位置的 就是神经 这叫古神经 大家看到 这古神经很粗 这个古神经 完全被肿瘤包裹 压迫着 所以患者 下次是没法动 没法动 也很疼 沿着 富国各领带 边缘 把这个总块 拔横 沿着拔横 把它切下来 这样 我们切的时候 还发现 跟我们一丝安慰什么 还有一定的阶线在 正常的组织和潜维化的组织 还是有一定的阶线在 所以切起来 虽然危险 虽然困难 但是我们还是再这么把它切下来 这样以后我们你看下面的巧药剂 全部落入三根 四根管道 一 古神经 二 巧外动脉 三 巧外经脉 四 壁孔神经 五 塑尿管 全部都得到解放 得到解放 那么这样以后 整个脉管 我讲了脉管 神经压迫综合症的情况 估计就能够得到改善 那么这样子 跟我们一个提示 这个病人有需求的时候 当我们医生 你自己感觉到 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还是去科医外病人 做一些有益的工作 至少这个病人 我刚才前面已经讲到 他的出现情况 出现他的恢复 还是非常的良好 这样有恢复良好了 病人增长体增完减了 病人对继续生存 产生有了新的希望了 那么今后的治疗 可能还会 还会有更大的空间 来拓展 来拓展 包括我们放化疗 以及包括我们 新的靶向资料 都会上去 这就是我个人 自己的一个体会 所以医生 在患者的诉求面前 在自己能力面前 应该是 及病人 这下我们来做一切 很好的工作 那么我今天的课 暂时就讲到这里 后面又一样 我给大家 还是要暂时讲 我们学科的 几个平台 一个就是我们的公共号 公共号经常会 送一些科普的 或者我们新的 一些手术方式 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头条号 上面公布的 我们腹癌前沿 有些好多手术 我们肚癌上面 这样吧 目的是 不是做 来显示我们的能力 目的是 希望大家来关注它 给我们提更多的建议 给我们提更多的 也是好的 也是 想法 那么我们一起来 复合的 中流 尤其是 FUFI 往期爱的中流 MTD工作 这向前 这推进 这推进 谢谢国外 谢谢大家的朋友的收听 我今天的课件 就讲到这里 感谢 感谢